三岁以下宝宝的脾胃是最虚弱的了,有时候稍微吃得多了点,或者吃的东西砸了点,就容易产生鸡食症状。 很多妈妈认为,宝宝鸡食只要饿一顿就好了,其实,连食尽擦这种方法,只能应付轻微的鸡食症状,那么到底该怎么应对鸡食这个常见的困扰呢? 今天,小鹤就给妈妈们详细讲讲,关于宝宝鸡食的那些事儿,老些症状告诉我们,宝宝可能鸡食了,尝尝口渴,热,手心,脚心发症,鸡食太粗多,千万别大意,腹胀,腹性,便秘,宝宝肠胃功能较弱,破量或不规律的也是,不仅会加重肠胃的负担,还会破坏肠道精群的平衡, 进而出现腹胀,腹性,便秘等消化类疾病,发伤,咳嗽,咽喉红肿,即使又被老人们称作失火,即使引发的内热,如果长久滞留的体内,会使宝宝体温很高,即使宝宝一旦受凉,更容易感冒,并且发呼吸到疾病,出现发伤,咳嗽,咽喉红肿等现象,营养不良, 宝宝及时症状出现后,如果不及时消失,会导致肠胃无法正常工作,不能给身体带来足够的营养不及,久而久之,宝宝又会出现消瘦,手足无力,肌肉松软等营养不良的现象,应对宝宝消失,要多发合作,饮食调控很关键,宝宝的肠胃功能正在成长发育阶段,不能暴雨暴食, 日常三餐,要讲究早餐好,午餐饱,晚餐少的原则,同时不能吃油炸,蓬化食品,有及时情况的宝宝,更要饮食清淡,以蔬菜和容易消化的粥,面条味煮例如,筑消化,轻及时的山奥米粥,白萝卜粥,山楂苹水等,宝宝睡前醒后的30分钟之内,尽量不要进食, 要定食定量规律饮食,常做小儿推拿,小鹤给大家介绍两种最简单一学的小儿继续推拿把,可以起到健脾胃,比气消失的作用,一,正面挤两手沿着宝宝挤住两侧,从宝宝尾追步开始,由下向上前捏皮肤,边提捏边向前推进,一直捏至宝宝相转步,整体动作反复5到10遍,每天一到两次, 二,顺模糊用手按住宝宝腹部,手心正对肚脐,沿着顺时针方向,绕肚脐按摩腹部10分钟,每天一到两次,每天运动不能少,适度的运动可以有效促进宝宝的肠胃蠕动,所以,在饭后,妈妈可以带着宝宝出门三步半小时到一小时,既可以消失,又能融洽千次关系,对于还不会走路的宝宝, 妈妈们也应该辅助宝宝,经常进行神割果,增退到消失运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